iPhone手機側面按鈕按兩下 靠近付款終端機瞬間完成結帳 或是用手上戴的Apple Watch也能支付 在全球70多個國家通行的Apple Pay 3月21號終於登陸南韓 光是上市第一天上午 就有17萬人登記使用 不過Apple Pay在南韓市場有所局限 目前只和現代信用卡一間公司配合 持有其他銀行卡的用戶只能再等等 另外蘋果專用的結算裝置不夠多 也不能在大眾運輸工具使用 面對Apple Pay來勢洶洶 長期霸佔南韓手機市場的三星不擔心 因為Sansom Pay也進入擴張階段 與Never Pay、Cakao Pay 攜手推進結算聯動服務 將蘋果系統排除在外 南韓金融IT業界認為 假設Apple Pay在南韓穩定下來 不只是目前的行動支付市場結構 信用卡和智慧手機版圖 也會受到影響 行動支付在南韓普及 尤其是年輕時代 即便沒帶錢包出門 也不會覺得不方便 最近在南韓不僅出現無現金巴士 連鎖餐廳和咖啡店等等 不收現金的賣場也在增加 這是因為大部分店家都可以行動支付 以及信用卡使用變的普遍 2022年南韓信用卡核凸件數 達到256億9000萬件 比一年前增加了9.9% 全年信用卡核凸件數 首次創下超過1000兆韓元記錄 反面 재작年期間 一年輕時代 70代以上的現金利用率 98.8% 達到達 信用卡的利用率 是增加57.3% 達到達 網賓卡的利用率 是1.3% 習慣將紙鈔塞滿錢包的年長者 遇到不收現金的店家 就會感到慌張 高齡人們 也不通 本來 我以為卡牌 選擇 這裡 賣相無現金社會 南韓央行將針對經濟數位化 進行研究 南韓政府也將制定相關措施 輔助數位落差的高齡人士 從現金過渡到數位支付生活 TVBS新聞綜合報導